下面我们的欣赏是要有啥车受欢歌 如同神不光客牌 我们俩喜欢的好看 还没顾出来呢 刚才这段说的有点意思 演员也是上来一会儿 都很熟悉 这是我们德云社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小弟子 一个小青年 青年下面的演员姓孙 叫孙九芳 今年岁数不大 95年出生的 今年28岁 白羊坐的一棵桌 你们俩好 你们俩好 我们俩没一棵 坏了 我怎么那么分手 我对她很熟悉 看着她 后台啊 你看老婆我聊天 还喜欢你 我说 我们俩是同乡 哦 就是一同烧过乡 怎么没烧死你们俩 怎么还烧死呢 怎么叫一同烧过乡呢 同乡嘛 同乡不是老乡嘛 我们俩关系比较近 嗯 呃 郭老师呢 您老师 在后台也愿意跟这个孙九芳玩 不是 我要唐有病 哈哈哈哈 每次她喝的都是你的 嗯 多便的 我没到 啊 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肯定记错了 是吗 我没见过光绪 哈哈 你没见过光绪吗 啊 你没见过 我也没有啊 那你问我这个 我记得你年岁数不大呀 大爷 见不成他呀 哪年出生的 八零年 一百多岁了 好家 那你要怎么说我见过光绪 是吗 我可能忘了 不是 你不是八零年出生吗 一八八零年的 哪个八零年的 一九八零年 他吓我一大跳 吓我好几跳 你看他都吓死了 哈哈哈哈 往中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一九八零年出生 啊 今年多大岁数 四十三岁 四十三岁 对 这在德鱼社来说 啊 属于中年相声演员 哎 这倒是 光和白 啊 中年四十三岁 今天站在谈经的舞台上 跟大家抱个礼 哈哈哈 你要走了吗 啊 啊我先玩一玩 还有几个月呢 啊 我哪说错了 什么叫中年四十三岁 中年演员四十三岁 说的不对 你刚才是这么说的 那我哥没有你想啊 哈哈哈 想年 想 哈哈哈哈 什么叫想年呢 我想年 我想年四十三岁 不要再想好了 啊 还想让孙九号 哈哈 啊 中年二十八岁 哈哈 他要不谈是青年 我青不了年啊 抢脸 喝完尿就出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俩确实是 属于是中年演员 是啊 我们俩岁差不多 嗯 他比我大三岁 我比他小三岁 嘿 你这帐头算了很多 哈哈哈 这我们俩人呢 哎 台上是搭档 是 私底爷也是好朋友 嗯 啊 这个 你看我们外出演出 哎 每天都在一块 在北京的时候呢 我有事没事的 就去他们家找他去 啊 你经常走路 哎 喝个茶 嗯 聊聊天 吃个饭什么的 对啊 我上礼拜五我还去了一次 是吗 还不专门去 什么意思 那天有事儿 路过你们家 哦 从我们家路过 来吧 你们家门口一瞧啊 哼 哎呦 这不是关老师家吗 啊 我们家到了 既然是关老师的家 就别骂着过去 哈哈哈 啊 所以你卷着过去 什么叫卷着过去 你让我们家 别把果子走 我 我没那样了 废话你哪那样了 啊 你大院里边说败子事儿 哈哈哈 不是 我哪说错了 什么叫不能骂着过去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 骂门而过 那你们家老北京这么多啊 哈哈哈 不能骂着门那过 骂门而过 不能太慢了 就打这儿越过去 啊 算是失礼 是 我敲敲门吧 啊 哼哼哼哼哼 叮咚 你按门铃啊 扭兵 哈哈哈 那有门铃 你敲什么门子 后来按的门铃 敲满天才看见 你眼神真好事啊 哼哼哼哼 叮咚 一眼门铃 嗯 哎 打里边了 寄了咕噜 出了一个人 哈哈哈 这是我们家谁滚出来了 哈哈哈 是滚出来的吗 我听这声儿像 不是 寄了咕噜就是这些彩屁的声 那叫寄了咕噜啊 叫什么 寄了咕噜 对对对 啊 啵啵啵叮咚 一眼门铃 就听里边寄的咕噜寄出来了 寄出来了 寄出来了 哈哈哈 什么叫寄出来了 你不是说寄的咕噜寄出来了 寄的咕噜出来的 寄出来了 寄的咕噜出来的 寄的咕噜出来的 寄出来了 寄的咕噜 哈哈哈 这叫嫂子就往那儿 我看这古人都这么叫 我说什么好古人 哈哈哈 那是寄里边那个西门大观 你看着好电视剧出去了吗 哈哈哈 你头上的好 再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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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叫叫叫 不能叫 嫂子 哎你媳妇我叫嫂子 你问什么的 她媳妇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喜欢唱小曲 啊这个 一边唱一边走出来的 嗯 我给你学一学 我媳妇出来的这个样子 媳妇拿手出来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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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钱包丢过去 哈哈哈 嘻哩哩哩 把门开开 说啦啦又把门开 开开 了门儿来 原来是留秀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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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玩意儿还跟着解咯咯咯咯咯歌 公楼桌了 我一听你媳妇是给我留了客气劲ă의 我也唱 acrednn 我也唱唱了 你怎么唱 我才来 我这人都跑我们家 你媳妇一消失我 说话了 说什么呀 讨厌 缺德 死鬼 死鬼 最近 怎么老婆来了 原来老来呀 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说嫂子 最近工作有点忙 老妹来了 老太太身体怎么样 老太太就是她母亲 我们俩是把兄弟 她母亲就是我的干妈 我说 老他妈最近怎么样 妈在冰箱里喝着 你爸你爸喝冰箱里喝 你爸你爸睡地窖 说什么地窖里 那什么冰箱里 你不说都在冰箱里 对话那不是我爸在冰箱里 有那么大冰箱吗 不是 老婆 不过我说 他妈叫老干妈呀 老干妈那是辣酱 那不跟姜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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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你跟我妈家一条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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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怎么还四条嘴啊 被挖成猫了是不是 我还上房了 你媳妇的意思是说 你妈在上方屋呆着呢 刚才有那个屋子呢 她不是说话好省略 她省略我妈多两条嘴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看看老婆 来呢你们家院子里边一瞧啊 在你们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 哎有 石榴树下面有个女的 这个女的长着模样 跟你媳妇有点像 哦差不多 但是这个恶子比你媳妇稍微矮了一些 哦 这是谁呢 这是我那小姨子 哎正体光头呢 啊 我往我们家出家了 不是 怀里抱一孩子 请一个剃头的师傅给孩子剃头 啊 我应该打个招呼 你得说话呀 我叫什么呢 随着我叫妹妹 对我就是这么叫你 我说妹妹 哈哈哈哈哈哈 妹妹 什么时候来的呀 妹妹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没有这个表情挺像人的 哈哈哈哈 小姨子说话 戏声戏友 那是 有了火烧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张娇婷吧 哈哈哈哈 什么味儿啊 这是剃头的说话 谁问她呢 是小姨子说话 我没问您 啊 问的是妹妹 什么时候来的 是 小姨子说了 有了火烧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还让老头说 她比老头太宗了 她是学两老头 病人一家的人 你老头怎么买的 昨天晚上就来了 啊 你快看看我 太太去吧 哎 来了这个上方屋 一推门 中间是客厅 对 旁边 一条帘子 嗯 是你母亲的卧室 啊 你母亲坐在炕上 干嘛 正打盹呢 闭目仰山 坐在那 睡着 我妈开家闹着 我家什么那好 草药 你跑得远啊 吃饭了 你跑得远啊 在干嘛呀这是 你母亲做梦 梦见自己是一匹马 梦见咱们就学什么叫 她不说梦话吗 对我谢谢我妈呢 不怕什么 梦见自己是江秋蕴 还把他们的 做不了身 哎 学说梦见 秋蕴子 你不说梦话 对 他松土 在这 跟着梦子自己是一匹马 我瞧老太太 今天这穿着打扮 跟平时还不一样 带着马鞍子 带着马鞍子 不一样吗 又不是角色扮演 他呀 角色扮演 扮演马的嘛 我也不讲 你爸就这么认识 你爸 就这样 就是说呀 你爸马鞍子又安 哎 哎 老太太 穿了一身红 你就说穿一身红就好了 哎 头上带着一朵小红花 装饰 上时是一个红色的 忠实对筋的 半袖 好看 下时就是一个红色的 钉子裤 不可能 不可能 吓我一跳 你吓我好几条 我扔着手 太话 你妈穿钉子裤 你不扔上 我妈穿钉子裤 都是你给扔上 后面 谁呀 谁呀 不是 我妈穿钉子裤 我妈这么大寸的 在屋里散脱 用的什么 你们家的地暖太热了 地暖多热也不能穿钉子裤在那亮 他不如不穿 穿的是什么 裙子 穿裙子 从这开始到这没有人的 那还不如钉子裤 那你说多长的裙子 到脚面 对 她是穿着长裙 家里不是有一猫吗 她跟这打嘴 那猫把这裙子给扔掉了 不知道是我们家的猫太流氓了 还是我妈想吃钻钻 没感觉 裙子到高级的都不是 还在那半马奔腾 我一看这个老太子今天穿的是红 这是什么喜庆的日子吗 你哪天去的 上礼拜我 那是我妈的好日子 你妈结婚 你妈结婚 我妈活到这儿结婚 还好日子 那叫改家 那是什么是好日子 我妈的生日 老太子过生日 对 我呀 实一点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可是到了那儿一看这个 老太子穿着打扮 明白了 肯定是老太子今天 我收着 我收着 穿着你做 你收了 我打个招呼吧 你母亲还在那儿打肚呢 人家已经跑了那样了 哈哈哈哈哈 可打一招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这样的 我太不尊敬了 你现在也没尊敬过 哈哈哈 老太太 您最近挺好的吧 我妈说什么 你妈没说好 没听见 你大点吃 大点吃呢 老代代 您最近不错吧 这回说什么 还没说错 还是没听见 还得大点吃 大点吃呢 老代代 您最近怎么样了 给小孩剃头 那老婆不是把你给剃了 一坐了 一坐了 看你就洗了 是什么 还愿意看一见 不是你不是让我大点吃吗 大点吃没让人尖点吃 大点吃 哦 太太 最近 哎 不错吧 这人家安排多乖 不是 这回说什么了 你妈没说话 还是没听见 你过去 惊动惊 惊动惊 老太太 您 哎 哎 啪 还能说话吗 怎么说话呀 说着她删死了 这一下就 你爸多的心 没删死 是 我也好心 你妈醒了 我妈再不行 真是死 行了 一揉眼睛 我妈呀 刚参加就攀陶胜会了 哈哈哈哈 头面 不是她不是有眼屎吗 哈哈哈哈 我看你一脸都是屎 哈哈哈哈 你妈一笑着我 说话 要 我都是谁来着 原来是 都是喝春来着 这是 哎呀 金钱 啊 哎呀 这个跑啊 啊 说了 你给我喝一句话 啊 我妈这生日还过得去 哈哈 还过不去了 我看这这颤的一分太死了 太死了 上了岁数 这声音发颤 那太学马教了 怎么都颤了 哈哈哈哈 他学马教在跑着 啊对 那是做梦 啊 你不理不理不 哎 哎呀 声音有点发颤 嗯 再说这左手啊 哎 处到插座里头 好嘛 哈哈 我妈是过着电子 是吗 这电子是马 哈哈哈哈 他是这个 给手机充电的 有个插座在这个 抗手 可能给自己出电 哈 所以说不小心手处 他插座里 声音就发出 我哭了 手指说你出电 哈 啊 你看看那保险 哎呀 霍春来了 这是 就拔了 哈哈哈哈 老太太 我来了 我看你今天穿着那么喜庆 是不是 您老人家过生日啊 啊 你暖日 哈哈哈哈 对 是我 过生日 啊 呃 今天别走了 在家里都吃饭吧 好 啊 留你吃饭 什么人这个老太子 实在是不好 对 怎么了 您说您过生日 按说我买个蛋糕 买点水果看看您来 好 可是我呀 事先 棒了 没关系 没准备 什么东西都没带 不调理 你妈说了 嘿 不稀罕什么东西 家里面什么都有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什么都有 啊 你打开那冰箱盆看看 全是老爸妈 哈哈 那我说我的妈干什么 我老妈进去 看 我都在老妈上 你妈没事 前面就算了 人苦 我是一个人 那好 我讲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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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妈 这是什么妈 你说那妈 哈哈 嘿 在家吃饭吧 什么都过去 我说好 这么着吧 没给您带礼物 是 我呀 给您 磕几个图吧 这应该是老北京的规矩 败寿 给长辈败寿准的磕头 我趴着去写 咕咕咕咕咕咕 吓散蛋 我吓得出来的 这就是什么结构 什么结构也下不出来的 大规定 人家咕咕咕咕咕咕的 这是磕头吗 你古兴吃那口香糖 吐地下 沾我脑袋上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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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还要严实 哎 坐起来跟老太太说话聊天 我发现对面墙上 贴了一幅对联 看见了 中间是一幅画 画是买的 对联是自己写的 没错 一看就是过生日写的 是 写的这词不错 上连是 天增岁月 人增寿 下连是 春满乾坤 不服满门 多好 不是老太太 这对联是谁写的 朔白写的 我写的 我写的不错 可要依着我呀 咱们改一改就更好了 改一改 把这词一改 就更符合您的生日了 早上改了呢 上连是天增岁月 人增寿 今天是老太太您过生日 依我说把这个人 改成娘 这就贴题了 这还行 老太说你改吧 我裁了两张纸 上连要改一个字 下连必须也别改一个字 都得 别对账 改完了一念 比原先更好听了 这回怎么念 上连是 天增岁月 娘增寿 下连 春满乾坤 爹满门 嘿 你给我换 但是你妈挺高兴的呀 挺好的 就是好什么好 我妈根本不认识 完了人家多好都送你们家了 爹满门大门多闹多闹多 跟老太太开玩笑 这说着话呢 你们家门口啊 来客人了 来人了 敲门了 是吗 邦邦邦邦邦叮咚 我说了 这人家还好 让人家就这样了 不知道有问题了 谁来这 谁出去看看你 你媳妇上厨房 喝喝菜去了 我都家多饭了 小姨子来在院里 给孩子剃头 我没剃完 我瞧瞧吧 只能你去 我还听不懂 不懂 哪个能一瞧吧 不是别人 谁呀 你仨姐姐 哦 仨姐姐一块儿 老北京叫姑奶奶 就是仨姐姐 大姐二姐三姐 废话 都没空着手 拿东西了 带的礼物还都是活的 我都带什么 大姐带着两只鸭 二姐带着两只鸭 和三姐 拿着两只鸭 还真是活的 我也想接过来吧 左手老二姐 又是抱着三姐 骑着大鸭 你放下来 我姐姐你谁一直想 他们的礼物啊 礼物啊 抱着我老是鸭鸭鸭 我就进来了 光当 打门插上了 刚插上就打开 我妈玩了 不是 仨姐姐挂麦套了 对对对 让进来 哎 把门关上了 仨人往上方屋走 我还没进屋呢 门口又来人了 打轮一瞧 坐三轮车来的 三轮车上 坐一个女的 还特别的漂亮 长发披肩 细眉毛大眼睛 五位亮小鼓儿 细腰炸背 穿一旗袍 跨一小包 真好看 最有错点的是 在这个下方这儿 长一纸窗 呦 这哪儿穿上的 不是穿上的 这是长了一个美人痣 哦 后来上火又长一窗 纸窗 那窗特别是什么 啊 就长一纸 哎 这人是谁 这是我那小妹子 溜傻子 溜傻子 不是 你咋了 你还得溜一下 不是 你小妹妹名字不叫溜傻子吗 谁有这名字呀 小时候那小名就叫溜傻子吗 是吧 你也挺的 啊 你都几个外号 啊 你准几个人叫溜傻子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子是吧 老子一块玩 玩啥 哈哈哈哈 小时候一块玩啊 哈哈哈哈 老子一块玩啊 小时候一块玩啊 哎 小时候可是难看呢 是 长得特别难看 呼的鼻涕啊 老刘过了河 那小时候 宣言 哈哈哈哈 现在啊 长得这么漂亮 女大十八年 哎 我都不认识了 这我还问呢 不是 您是谁呀 我真问 小妹妹一听这个啊 不乐意呢 不乐意 讨厌 缺货 词贵 哈哈 这可能是那小弟子 他说我是谁 谁呀 不认识我妈妈妈 不就是小妹妹啊 对呀 你忘了吗 小时候咱们一块玩 是 做游戏刮家家 我老演这个新娘子 对呀 你呢老演的新郎子 啊 我哥哥总演她的儿子 哈哈哈 你忘了 我打小时候吹新娘子 是不是 我这不是老妹妹吗 你呢 吓死我了 哈 赶紧你下来 下来下来 哎 过来说啊 他在这三楼车上呢 哎 赶紧下来 哼 你想 这个天儿多闷呢 嗯 三楼车上呆着呀 这这这这闷得很热 一下来赶紧的 哎呀 你说这个天哪 实在是 我跟你说 奶奶吃温的 每一看就是我妈的亲赢 刚下之后散多钱了 他不是在那里山里山吗 山什么 山傑 谣 这么一山 不是全菜开箱吗 没有这样啊 行行行 然后上 前后都得展示一下 你有点热 人山上的东西 也没护着手 带了两只野鸡 你母亲最喜欢吃野鸡 再说你老妹妹干了就这样 干什么呀 养殖 养殖 养殖专业 人家农业大学毕业 装着养殖的 农业大学毕业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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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屋吧 几个人来到上方屋 你妈特别的高兴 这几个儿女 终于凑一块了 儿子 这大姐 儿女 一通龙腿的说法 谢谢 大龙腿 大姐出于主意 说什么的 大姐的意思是说呀 把我叫出来 没有 最好你 最来 大姐呢 出于主意 说每个人 都是给老太太过 生日来的 祝寿 带来的礼物 都是活的 每个人 以自己的礼物 为题目 说四句 吉祥话 祝寿 就是祝寿词 他出的主意 他先说 大姐先说 咱们说 我呀 今天呢 哎 在这儿说个门几句 你这儿咱们那个老太太啊 给我睡了点 大姐 啊 我这大姐跟我妈谁岁数大 哈哈哈 你妈当然岁数大了 我看着不见得啊 我妈生了活 我到大姐 怎么牙都没了 嗯 他这个牙中不好 都掉着牙子 我我看出来了 咋个就是 他掉了牙肉 你收好跑风 是跑风 我妈都没人 他掉 他缺一针子布啊 不是 他呢后来也中过风 人家追牙动牙 他追牙动风 哈哈哈 他拿针管往里打筐 不是吧 你打筐 不是你偏看中风吗 说话不太利索 我看哪边中风 哪边都掉牙 啊 我呀 我呀 说这么四句 我都怕你死我妈钱 哈哈哈 今天呀 我去过山日 我带着礼物啊 是两只羊 我说这么四句 还没得羊 我呢 今天上售两只羊 嗯 堂上坐的是 有寿的娘 嗯 今天吃了长寿面 娘 愿我娘子 不受绵长哦 不受绵长 我都怕能把这个拉牙 哈哈哈 连牙 哈哈哈哈 你母亲已经很高兴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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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妈怎么上房子 哈哈哈 招财猫啊这是 他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就这么感谢 对 儿子这说完了 你动作不能太大呀 怎么了 动作太大显得没有打人之财呀 啊对 还容易那丢个布人身上 哈哈哈 啊 谢谢 谢谢你这样想法 那个 不想法 这个舞蹈也觉得 嘿 所以现在还没什么二百五的 这样 哈哈哈 他说完了跟你二姐了 二姐 二姐带的是两只鹅 嗯啊怎么说的 呃该我说的 我今天呢 带着个礼物啊 十两只鹅 一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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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哪儿捡来的 怎么还捡来的呢 淘宝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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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我妈做梦呢 啊 所以说他口音改不过来 哦 能三个月价子 看 没有三个月价子 没有 我这样 哈哈哈 啊 说的 藏宝买话 我说这么四句 他也不许的 是吗 哈哈哈 我带的礼物是两只鹅 哎呀 今天上手两只鹅 哦 套上做的是 有瘦的骨 马上就没瘦 哎呀 今天吃了 描手面 怎么样 原我妈 扶手三度 扶手三度 啊 你妈乐了 谢谢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妈真是 她 说完了 给你三姐了 三姐是带的 两只鸭呢 对 给我说了 我今天吗 带的这个礼物 握着两只鹅 我这三姐架的真 对了 哦 我们家的语言都够敲了 她也说了四句 说什麼 今天上手两只鸭 他说你是优秀的吗 今天吃了这个畅手面 要我妈洗了滑啦洗了滑啦 赶紧死的 你妈挺高兴的 谢谢 我妈听得见 你妈还高兴 后来就改词了 富贵荣华 他说完了 给你老妹妹了 你老妹妹带的礼物是两只野鸡 他人漂亮词也最好 该我说了 我带的礼物啊 两只鸡 我呢也说这么四句 我看你像你你算 干嘛呢这 那么活呢 他是宰哥宰武 有羊不宰宰的哥宰的武 他没事都喜欢不抖音 他喜欢那个动作比较大的那种 哪个抖音这么露 我抖音不着抖着音 反正动作很大 就是多动作 一边步他一边说 他说真惨 我都走不进去了 今天上寿两只鸡 堂上做的是老野鸡 对 什么词啊 没想好 I'm sorry说错了 今天上寿两只鸡 堂上做的是 诚冠心 I'm sorry 今天上寿两只鸡 堂上做的是 有寿定 今天吃了长寿面 愿我妈跑多拉西 跑多拉西 穿了 你妈乐了 谢谢 谢谢 我妈算是春八子 后来就改词了 改寿一天齐了 大伙都在这儿 七个龙龙 又是七个龙龙 我妈带她听门见就七个龙了 大伙都挺好的 我想时间不早了 你媳妇还坐在这儿呢 那那撑 什么意思啊 撑你媳妇一试颜色 我没点那么大声音 我只试颜色是吗 你是我小妹妹上 什么意思啊 你有点几款 我都不知道 你又有点脑袋 坐在房间 让你媳妇跟我做饭去 饭这么大声 你叫她这娃子 怎么叫啊 嫂子给我做饭去 我怎么叫 嫂子给我做饭去 不是 大伙都听见了 几个废话 大伙都听见了 人家非要帮忙动手 摘菜 包饺子和面 沾瓶 像话吗 你的 不了解我一下 哈哈哈哈哈 那万一那几个姐姐 呼过来帮忙吧 不能让人家动手 快冻手 啊 人家动手客人 就你是客人 哈哈哈哈哈 谁是客人 我来得比摊拍多 是 不摊拍多 哈 所以敲敲的给你媳妇 你媳妇看 你告诉我你娘算是明白 来到厨房 把门插上 窗帘拉上 要魔鬼面缸把门顶上 你们俩干嘛呀 做饭 做饭怎么这么秘密啊 还拿窗帘 穿门顶缸 你们家的事 你们家的事你问我 你们家的事你问我吗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事 我就是离开我们家 就有个应许 你们家的抽油烟机不是坏了 没问题的 我问你关门干嘛 油烟机跑出去 熏着老太太怎么办了 你母亲本来说话就 没有 我冲电就过来 你熏着就怎么办 明白了 你是怕这油烟机 熏着我吗 对 你们俩就不怕熏着 我们怕人 我们年轻的 疼 我开开 开开啊 我都打开 这会儿你说的啊 我说的 都看见了啊 什么样子看见了 稍微点垃圾 哎 面杆子你挪我这容易 我让你挪我呀 把门打开 其实就是在这儿商量做饭吃 做呀 做什么吃 面条啊 什么面条 长生边 有什么讲究 一整根越长越好 哦 长生啊 越长越好 我们揪子碎碎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 说妈妈稀罗了 哈哈哈哈 你母亲的牙口不好 哎 主要是为了大姐 啊 大姐那更不好 哎 哎 怕她咬不烂 哎 给大姐 揪碎一点 她吃完呢 在我大姐 哈哈 哎 正在这儿做饭 嗯 可是不得了了 要怎么 上方屋打起来了 谁啊 你儿子 不 我还有儿子 对 哈哈哈 你儿子这么半年了 我才知道 你儿子跟你妈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她俩抢食吃的 不是抢食吃的 你儿子不是淘气吗 嗯 啊 小孩特别淘 嗯 今天来人了 这都长脸了吗 人来人 上蹿下跳 跑在这个 跑在这个 套子里 哈哈哈哈 走堂子我们家 他没来得及套了 废话 啊 没有那么大瓶子 是 上桌子了 抱着大胆瓶跳舞 哎呦 忽悠悠悠悠悠 把胆瓶给摔碎了 摔碎了 里边有个宝贝给摔了 什么宝贝 一只烟袋 烟袋叫宝贝 窝木的杆 翡翠的嘴 白虫的锅 哦 那值钱 哎 这是过去 清朝皇府里的东西 哎呦 流传出来 哎 现在卖了能值得二十多万 嘿 有时候你母亲晚上拿着还抽烟 还抽烟 哎 可是这一摔 嗯 这嘴啊 摔得稀碎 好 窝木杆断三角 哎呦 就不值钱了 分什么 啊 分什么 就行了 哈哈 老太太不生气吗 把你儿子递了过来 叫他叫他叫他 叫他叫他 啊 你不乐不得你 哈哈 你得点像我儿子 哈哈哈哈 你得点像我儿子 一路过来 打卖孩子 上圈下跳的每个人样 你肯定黏着我儿子 哈哈哈哈 你要再照样我打不死你 你个小土豆 我打你 啊 你看你像话不着吧 嘿 我瞧一瞧 甭开来这么大声 下去了 你要再这样你试试啊 回来我不跟你爸爸说 我自己我就打死你 小土豆 啊 嘿 我瞧她心情 你别心情下脸 你干 你 呦呦呦 嘿 哈哈哈哈 那这样下个句说 哼 哈哈哈哈 踹飞了 哈哈哈 出国了 哈哈 我玩的 踹飞了 啊 放下去脚 哼 哼 不如如坐 哼 你我脚也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吊着 鸟儿子脑袋 磕在门框上了 磕得 红脑点壁 啊 牙都磕掉了 磕着水火大鸟了 哈哈哈哈 水磕花磕流血 我还有水啊 啊 躺着这些妈妈大呼 能哭出来 可哭 她一哭你媳妇在厨房听见了 她也哭了 不哭 这出来瞧瞧了 看着呢 哦 我怎么 在干嘛呢去 还忙了 哎 哈哈哈 过过过过过过 怎么了 哈哈哈 你们俩俩都被干嘛呢走 做饭了 做饭了走 咱看现穿衣 谁说现穿衣裳 现脱 不是现脱 他把那围裙解下来 围裙 哎呀 领量围裙的袋在这呢 他不都在那吧 他在腰这呢 不是 他不是那个袋掉了吗 后来自己钉的有点高吗 我他按什么钉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个人包币 你不会钉钱呢 那套 哈哈哈 不要说八道 咱俩谁都胡说八道 啊 每位就这样 故意瞧孩子藏着八个大猪 嗯 心里不乐意了 能乐意 呀老太人 您怎么下那么重的手 他是个孩子 您这是怎么了 不可怜心 一说这话 太人不乐意了 嗯 心说你摔了我东西 你蛮有我 你不教育孩子 哦 你母亲一生气呀 打着 没打 啊 他唱了几句 唱了你呢 京东大武 干啥 听一言来 七四三 二十四说话 太野蛮 摔坏我的眼袋 翻包我 买油 啊 一到这个野蛮嘞 我拿什么丑 天烈 下野蛮嘞 哎 ставля 哦 擅置 是他们家的诗事 大上寿 再说一段 每个演员特点不一样 掌握的节目也不同 多人说好多演员其实是一块削的图 有的演员甚至是小时候也都在一块 我刘河春 他光个白 多人说还有两个演员 我们四个人是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 谁呢 一个叫大我都知道 一个叫张鹤伦 还有一个叫孟和唐 我们四个小时候老在北京一块玩 这个小孩最喜欢去哪呢 喜欢去动物园 看动物 对了 我们四个去北京动物园 从来不买票 我们四个就是动物 人家拿着动物车拉进去 我们知道动物园它有个墙 那有一个祸口 我们四人到那儿祸起来 这个小孩在动物园最喜欢看哪呢 就是这个猴身 看猴 现在也是 好多人都带牌子上动物园 看猴子去 猴不错 拿着那个吃的往上头喂猴 可是人家不让头喂 因为这四样全是定时定点的背着猴 你要是再头喂 时间长了它就胖了 对 所以说人家不让背 容易得唐头兵 对吧 哈哈哈哈 旁边里面一大牌子 写着四个字 禁止头喂 不让喂 可是我们四个人 就因为这个犯错了 让保安把我们四个人逮住了 带到这个园长的办公室 园长你看这四个孩子太不像话了 园长一小小孩 行行行 你走吧我问他 来 保安走了 园长挨口问我们 是啊 先问这个张霍伦 你 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霍伦 你怎么回事 没事 我就是把花生扔到红山上去了 禁止头喂 知道吗 回家 把那四个字写一百遍 走吧 张霍伦走了 下一个就是孟化唐 叫什么名字 孟化唐 你怎么回事 我跟他一样把花生扔红山上去了 回家 写两百遍 他怎么还多呢 走 走 走 哎 下一个就是我 一瞧 哼 你长得怎么那么可爱呢 你把人长得拿头脚针看 真的可爱 我认识你刚刚跌脱了 你把我拿走 你把人串了 你怎么回事 我跟他们一样把花生扔红山上去了 回家吧 不用写了 刚才那个替你写一百遍了 哎呀 他怎么过呢 回走了 最后一个就是他 他从小胆子就小 不哭的细的发达 身上都是你衣服也破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光河白 你是不是也把花生扔红山上去了 不是 不是 我小人就叫花生 去你说 哈哈哈 今天的演出告诉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好 随时目前有序离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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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